美军俱乐部 嗨 大家好 我是Oma 今天非常开心来到了 阳明山的美军俱乐部BY33 今天特别邀请到我们的副总经理 Eric 那请Eric跟大家打得声招呼 嗨 大家好 我是Eric 在美军俱乐部 谢谢 我想问一下 Eric 为什么美军俱乐部 要叫BY33 这33有什么意义吗 OK 基本上 我们是以黑胶为主题 出发的一个元素 那黑胶转一分钟 就是33右三分之一圈 所以是33右三分之一圈 所以是33右三分之一圈 对 那BY是什么意思 Brickyard 因为我们这边都是以红砖为主 对 没错 那外面有个大庭人 Brickyard 33 所以BY33是这样的 那当然它的旧称就是美军俱乐部 对 我想了解说 因为你们一开始 其实是从就是 电子科技业 然后跨足到这个餐饮的部分 那当初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 这个因为 你知道电子业是 越做越差 所以在2014年 我们董事长还有我们总经理 我们在讨论说公司有部分的资源 是不是来做转型 那转型我们讨论一段时间之后 觉得说文化是可以做 这个问题就开始再延伸了 要做什么文化 对 那我们讨论过 台湾也不需要再什么文化 但台湾本来就有文化 对 它有移民文化 它有很好的我们讲的夜市文化 本土文化 嗯 各种文化融合 那我们公司早期在还没有做科技以前 我们公司在台湾最早的时候是做黑胶 哇 哇 那这个黑胶我们想一想 那就把黑胶的文化拿出来就好了 是 它就是文化 对 所以从这个开始 我们就想说那以黑胶为主题 嗯哼 所以我们需要找一个场域 对 来把这个黑胶作为它的基地 对 然后来发展它的周围 嗯哼 那再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就是我们总经理一个天在开车 早上来上班 听到广播 讲台北市有个老王子运动 嗯哼 所以就从这里开始 然后建大办公室跟我提了一下 我们就从这个开始去找资料 对 找完资料就开始做投标的动作 嗯哼 那 整整我们只有剩下21天的时间 所以21天我们就很快的 把整个设计还有它的构图想法 全部用在一个proposal 所以在第21天 最后一天送到台北市政府去 用21天就把你们所有的想法融 就融合成一份proposal这样子 对 我想科技业没有什么 科技业快的就是速度 哈哈哈哈 用科技业的有效率的方式 来进行这件事情 对对对 那你们当初就是在做整个这样的一个设计 跟勾照的时候 其实因为从过去的老房子嘛 然后又要改成现代这个 就是有点现代感 可是又保有原始这种建筑的美的这个过程 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挫折 遇到困难 重点几个我大概可以简单讲一下就好 嗯嗯嗯嗯 一开始因为这边是老房子 对 但事实上这个老房子 这一栋美军俱乐部在2005年就已经 就已经关门了 所以从2005到2014 我们事实上是2015开始建 那整整十年的时间这个地方是荒芜的 所以在2005年前它还是 其实美军俱乐部它有历经大概有四次的改名 嗯 因为在1950到1953年 是打韩战的时间 所以美军呢来到台湾呢 就是他们找了一个地方要盖他们住的宿舍 对 那过程我就不太想速 那当时是叫Team Club 就是那个青少女俱乐部 哦 那后来美军争源越来越多了 所以就改成美军俱乐部 一直到民国六十七八年中美断交以后 美军退走 这边改成叫做联勤俱乐部 那联勤俱乐部呢一段时间又退走了 就由这个 这个叫太平洋电线电缆公司这个集团来进入 那这个就变成太平洋联宇盛 那要做了一段时间呢 他又不行了 又改名字叫做阳明山俱乐部 嗯 是这样 那一直到2015年 整个都全部都没有了 所以就中断十年 那我们接手这个案子的时候 所以事实上美军俱乐部所看到这一切 其实是经过我们把它复原以后 我刚来的时候讲个笑话 我这边只住两个人 我们跟他沟通很久 他还来搬走 他就愿意让人带 一个叫天山老妖 一个叫做联小倩 很荒芙 很荒芙 也没人愿意上来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子慢慢做 然后在建设过程当中 我们要讨论该用什么样的名称 还是回到我刚刚跟各位报告的 我们本身就有文化 不需要再找文化 也不需要新的名字 是 我们就把美军俱乐部 再拿回来就好 嗯 可是当初 就是你们进驻的时候 其实这整片的美军俱乐部 应该 应该说整个草山 草山小镇 应该都是 也是一样的状况 都是很荒芙的状态 所以你们算是非常 但是第一个或第二个 就是已经进驻进来的 这个店家 如果用第一 我不敢不敢讲 但是这个地方 一定是第一荒芙 是确定的 所以我们在二零一月 我开始盖 我大概只花了不到 将近九个月的时间 我几乎都住在这里 然后跟着工程 早上晚上 早上晚上这样 因为我们没有很多的时间 所以我就只好跟工程单位 一直在一起 然后九个月后 我们迅速把它恢复起来 那经过文化局 台北市政府 他们来旅刊 也认为都合格 所以才给我们使用 这个纸杖 我们的同意书 那我们开始经营 那经营从2016年的1月开始 一段时间之后 我们对事实上 美军俱乐部的对面 也是一块荒芙的草地 应该是算树林 嗯哼 那慢慢的就有 有单位看到说 那这样是不是我们可以一直过去 对 把这个原本很荒芜的地方 是不是能够改变它的面貌 那又一个原则 我们不能高度利用 不要高度利用 那是那样的恢复它原来的样态 那经过董事长和总经理 他们讨论过之后 也认为是可以这样做 那所以我们就一步一步就做过去 全区总共 请问一下 是当初这边已经开始 营运一段时间 然后看到整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所以你们才接着想说 是不是再去开发其他的下一个区域 还是 这个相反 是我们这边经营的 应该是说我们没有赚钱 但我们就是说还可以 因为我们投入成本不高 是别的单位来找我们 他认为说我们可以把这个废墟变成这样子 那是不是可以把对面的黑森林 可以好好去整理一下 因为太危险 这边都是文化学院在走 那一到晚上这边都是黑漆漆户 也是这个黑漆漆影片 所以也是这个相关单位来找我们 那我们讨论过之后 好吧那我们就踹看看 就慢慢做过去 其实没有预期到真的会什么繁种 我和你实话讲 因为毕竟帮我了十年 对对 是这样的 像前面的这个房子里面 然后也有这个星巴克进住 想请问是当初是 你们是有租给他们吗 没有 这个事实上我们建完 就应该说 恢复这些人物的旧帽以后 那我们希望这边是整个能够呈现 当时美军在这边的氛围 所以我们就 其实这些餐厅都是我们自己经营的 只是我们找了专业的人来帮我们做 所以比方说法式餐厅 朱洋 星巴克 有些大卫小小洋 小洋名山 所以是他们的品牌挂进来 对对对对 然后可是人都还是你们自己去 对对对对对 是用这样的方式 所以就是让整个氛围就是很有当时的那种美军的 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当然这里面有人会问 为什么没有中式的 其实我们不是对中式有意见 绝对没有 是因为这个地方不需要 不需要再多一家中式的产品 为什么 因为我刚刚你强调 这可能是目前全台湾地区 你可以看到 或是我们台湾的整个 要保存西式文化 我想美军文化 对 比较完整的 那你就让它继续文化就好了 嗯 那像比如说这一区有你们的慢慢进入之后 其实有去带动旁边的其他的美军的 因为还有其他地方有些老房子嘛 那那边是开始慢慢有人都进来 多少有啦 绝对多少有 所以有时候偶尔这个 假日也会塞车 对啊 其实这边假日非常的塞 几乎 要是你们没有那个停车场 所以我们也有考虑到 这些不方便性 嗯 所以我们目前目前 有三个停车场 大概可以容纳大概将近快 一百五十多部的车 是 是 这样 这也是我们能够做的事情 嗯 就这样子的停车场实在是很困难 嗯 你想什么啊 像刚刚说 啊 这边美军俱乐部前面的话 就是可能是他们的这个俱乐部的空间 那 中间像这一个 我们现在的这一个就是黑雕唱片室 还有后面有一个这个很像宴会厅的这个场域 他们当初是做为什么 OK 我们现在这间黑雕是以前是他们的灌食室 灌食室 对 因为这边美军俱乐部 事实上外面有两个游泳池 那这边就是他们那个 游完泳之后在这边做消化 room的地方 哦 那隔壁间呢就是他们的lock room 存放行李的 哇 是这样 那你现在因为有两个游泳池 对 一个游泳池深三米 嗯 在户外 对 所以在当时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因为想一个原则想保留下来 是 所以就把游泳池也留下来 但留下来因为太深危险 对 所以我们经过核准被核准以后 我们将游泳池往上填 深度只剩下8公分 那为什么8公分呢 因为我们长层宽 层高 那我们的体积 对 那我们长宽都有 所以我们设计8公分 就是说这个水池把它注满 变成镜面水池 嗯 用8度的水 哦 好快 一度的水可能只有8块钱 所以最好那一池水到8、64块钱 所以我们要很清楚我们算这个事情 然后水要每个礼拜 我们会放掉两次会侵蚀 放掉的时候我们就浇灌往附近的这些花场 嗯 另外一个你刚刚提到的一个特殊游泳池 它也是游泳池 对 可是想 既然外面已经被我们有甜品了 那里面的人 我们就想说是不是把它保留下 保留下来 保留下来我们就想到有个舞台概念 因为游泳池是下凹的 上面是高的 这有点像舞台要往上看 所以我们就把它保留下来改成 这个可以做成宴会厅 对 开会 闪电话表会 或者聚餐 或者セミナー 各个方向的多功能 有一个使用的一个地方 嗯 有我刚看到这个前后照片的对比 真的是非常的惊艳 谢谢 还好 感觉有 嗯 这个设计师很厉害 嗯 那我知道其实美军俱乐部 它不仅限于就是在这个地方而已 其实它还有在为就是阳明山 甚至到其他的附近的地方 也有做很多相关公民的事情 有啦 这个我们大概就是默默的在做 嗯 比方说我们旁边有一个 有一座叫阳明教养院 对 它专门说我们的小孩都是比较 痴缓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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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智上面 嗯 那他们几乎没有跟外出接触的智慧 所以我们每个月在我们董事长他的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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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说 希望我们跟社区有更好的互动 嗯 所以我们每个月从我们开幕到现在 每个月都会邀请他们 20位认同 对 认生 老师不限 嗯 到我们这边来用餐 让不同的学生 他们可以接触到外面 嗯 嗯 因为很近吧 对 另外我们跟 士林区 摄子 哦 讲摄子好像 讲起来很偏远 事实上也不会偏远 只是开发比较 没那么快 是 所以我们的主厨会到那边做益主 就是说 啊 煮给比较需要动餐的人 嗯 嗯 那我们也会提供我们这个附近的礼品 对 比方说在端午节或中秋节 嗯 有些免费的 一些 一些活动 或者用餐 我们这边也会提供 好 也会跟附近的 我们讲不管是消防队 对 或者是 警察同仁 我讲的是士林区 我们尽量能够做这些 能够 你知道他们都很忙 是 如果我们可以提供相对适合的场地 或者是比较 就是让他们没有负担的情况之下 嗯 这个这些的一些活动 我们都会尽量去免费的去提供 嗯 事实上很少人知道 那还有包含 这边有一个 两个比较弱势的地方 就是一个叫阳明国小孩 听起来阳明山的国小孩很厉害 嗯 其实没有啦 在山上念师的小孩就是 相对我们了解起来 就是相对啦 嗯 相对没有都市 在市里面那么的 嗯 富裕 相对 啊 所以我们就每年 到现在每年都提供阳明国小孩 还有各自国中 嗯 他们的毕业参会的聚会 都在我们这边 我们都用很低很低的成本 甚至是不用钱的方式 就让他们这样举办 然后邀请这些小孩的 父母亲来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禮 那费用我们来我们来处理 所以也是回馈这个社区啦 对对对 所以其实在这边就是 真的是把这个俱乐部的 这个概念发挥到一个集资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美军俱乐部的Eric 为我们带来一系列非常精彩的分享 以后呢 来到了阳明山 然后经过美军俱乐部的话 记得一定要来BY33 进来品尝美食 还有看看这边的文化 还有听听这边的黑角音乐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 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ylish的资讯 以时间分享给你哦